对于气象过程中遇到的供流出问题 我们在前两期的视频中提出了两种解决思路 一种是和质朴联用 另一种就是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的 关于智慧中的黑马 全二维气象色谱 那它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全二维气象技术 从出现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几年了 核心技术有两个 调制和数据处理 调制器的设计既是核心也是瓶颈 每次全二维气象的革新 几乎就是调制器技术的革新 二维气象就是将第一根柱子上 没有完全分离的组分 切到第二根不同极性的柱子上 再次分离 比如有一种DN4位置中心切割技术 就是这样的原理 不过中心切割技术需要有标样 才能确定切割时间 不适合未知样品 而且无论怎样切割 DN4位置都只能将一部分化合物 送入第二根色补柱 所以这种二维气象 只能称为GC加GC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全二维气象色补 GC乘GC 调制器 类似于在线补给器 可以实现连续不断的切割 将前一级色补中的组分聚集下来 再送入第二维柱子 调制技术分为两种 气流调制和热调制 其中 气流调制是间歇性的使用大流量载器 把样品吹扫到第二维柱 不适合质补联用 现在主流使用的是热调制技术 而热调制技术又分为两种 制冷剂冷喷和固态热调制 其中 制冷剂冷喷 就是对一维柱和二维柱连接的色补柱 交替使用制冷剂 比如液氮进行冷喷 再用高温气体进行加热 通过反复冷却和加热 实现冷颈效应 使一维柱流出的组分 持续不断的冷冻和释放 从而以脉冲的形式 进入第二维色补柱继续分离 它的优点是调制效果好 缺点是设备繁多 需要配置液氮钢瓶 另一种固态热调制技术 是近两年才突破的新设计 这种设计使用的是半导体制冷 也就是利用半导体材料的帕尔贴效应 来实现精准控温 这种固态调制器 设计的最为精巧之处 在于将调制过程 全部转移到珠温箱外部 传统制冷剂冷喷式调制器的调制过程 发生在珠温箱内部 因为分析过程中 温度可能升到200到300摄氏度 所以需要强大的液氮等制冷剂 实现低温效果 而固态热调制器 由于不需要抵抗珠温箱内的高温 制冷所需要的功率大大减小 以至于可以使用小小简单的半导体制冷元件 实验低温 同时固态热调制 采用将一段特制的调制柱 在固定的冷热区域之间来回运动 通过热传导 实现快速制冷和加热过程 流经调制柱的化合物经过冷凝解析 二次冷凝解析 实现经典的两极调制 在第二根不同类型的色补柱上继续分离 此外 由于调制柱是一根独立于一维和二维柱的色补短柱 可以对其进行特殊制备 比如在特定的区域进行固定向图附 从而实现在半导体制冷片可以达到的最低温度下 对不同废点范围的化合物进行有效补给和调制 灵活性大大超过了原来的制冷剂冷喷调制技术 这样一个设计思路的转变 消除了原有的制冷瓶颈 而性能和主流冷喷调制器相比毫不逊色 但成本维护和易用性都改善了很多 使得更多的实验室有机会用上这种原本高大上的仪器 也为全二维气象色补技术 在普通检测实验室和常规分析领域 甚至在线式和便习式的应用创造了条件 在Science Director数据库中 搜索标题中有全二维加气象色补的文献 可以看到 近五年来 全二维气象的研究热度持续增高 风光无二 然而天才的硬件设计 还是要和界面友好的软件 本地化的应用支持相集合 才能获得客户的认可和商业上的成功 对于全二维气象的未来 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给我们留言 也可以登陆色补学堂网站 3w.chromeclass.com 获得更多信息